今天震驚社會的新北市國中 身遭利器攻擊致死案件 過了一個月 今天舉辦告別式 同學還有親友在現場施放氣球 而爸爸的追思文字字句句 訴說著心疼不捨 令所有人淚崩 爸爸以期盼司法能夠正視 受案問題 勿往勿走 好 手在心球 彩色的氣球 緩緩 身上天空 就算飄著細雨 天氣再冷 也要送他 最後一程 新北市國三生上個月 在學校被別班的同學持 力氣攻擊 搶救後不致25號 家人替他舉辦告別式 同學 老師都來了 你是如此孝順 善解人力的小孩 可惜像他造高夢的 讓你遭受如此的劫難 令身為父親的我心疼不捨 一字一句訴說著 對兒子的不捨 無盡的思念 句句 令人心碎 因為放心不下姐姐 選擇九讀同校 沒想到卻再也回不了家 我之前才跟你說 我們做人必須要明天是非對錯 造成因此你的命上好全 有時我都懷疑 我究竟是我做錯了 因此我也置得不已 追斯文講到一半還是忍不住哽咽 現場一片哀戚 兒子來不及畢業就遭遇不幸 校長把他在學校的最後一份作品 家庭書連同畢業證書一起交到他的手上 爸爸期盼司法能正視小安問題 勿網勿縱 不要讓孩子的血白流 也希望自己的孩子 是最後一位受害者 新北市長侯友宜 教育部長潘文忠也到場致意 侯友宜不發英語離開 校園安全仍是問題 只是白髮人送黑髮人 將成為父母心中永遠的痛 記者新北綜合報導